結果昨天 有一個 無知的民進黨的議員 居然拿這個側藝本專的那個點 跑去問侯友宜說 侯友宜你同意在板橋蓋核電廠嗎 侯友宜說人口密集區怎麼蓋 那個議員還不死心欸 我主張板橋不要蓋核電廠 欸我覺得這個女議員是無知 還是說已經中了網軍的毒了 其實在節目上面 也就是我們板橋區的業員之議員 在節目上說 針對來賓的回應說 如果核電廠蓋在板橋你OK嗎 他馬上回應說OK啊 話是他講的 怎麼到最後現在又不敢承認了呢 你這個人敢說你就不敢做 敢說不敢當嘛 對不對 而且板橋區民有同意嗎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 業員之議員應該向所有的板橋市民道歉 請他把這句話通回去 上個禮拜二 我去參加一個直播節目 那個節目呢討論到能源政策 那當我在陳述有關於對核電的看法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綠營的名嘴 就忽然插話 他說 院之那 核電廠蓋板橋好不好 我說OK啊 來討論啊 不要每次都情緒勒索 這是整段話的原文 那所以只要有看那個影片的都很清楚 知道我並不是主張 板橋要蓋核電廠 而當下的反應 只是對於綠營每一次討論到能源政策 都是用這種情緒勒索的句子 啊不然核電廠蓋板橋啊 啊不然核廢料放你家啊 這種完全不理性的討論方式 我只是對這種表示不屑而已 如果我們用他們的表達方式 難不成只要討論到光電 我就說啊不然太陽板放你家 啊不然那個用完的煤放你家 這沒有意義嘛 所以我當下只是對於這種表達表示不屑 並不是主張板橋要蓋核電廠 我想稍微有智慧的人都看得懂 但沒有想到 在上個禮拜五開始 就有非常多的里長 還有板橋的長輩 開始問我說 欸原志你怎麼會說那個板橋要蓋核電廠 我說板橋沒有地方蓋核電廠啊 板橋沒有地方蓋核電廠 他們說可是羅智鎮陣營 在大量的散發訊息說 你說板橋要蓋核電廠 用這種斷章取義的方式 後來果然有人提供一個截圖給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截圖 這個截圖呢 這個人是誰 這就是羅智鎮陣營的人 上面就寫說 葉原志說核電廠可以蓋在板橋 這樣的訊息呢 在這幾天 已經傳遍了板橋 非常多的群組 可見這個就是一個 斷章取義的訊息 被羅智鎮 大量散發 我在這邊 強烈的譴責 羅智鎮 羅智鎮委員 呼籲你 像個學者的樣子 正當光明的打選戰 不要搞負面文宣 不要搞一個 不要當一個雙面人 斯文敗類 抹黑產業鏈全面出動 包括這樣的訊息 在PTT 或是很多社群論壇 也大量出現 那接下來大家就知道了 一定會有很多 側翼粉磚做梗圖啊 這個就是 側翼粉磚 這叫我愛掀馬桶 他寫說 這一定是大愛 業員之說 核電廠可以蓋在板橋 令核廢料可以放在台北徐姓女議員的家 你看這個粉磚有多怕徐巧欣 台北徐姓女議員 就徐巧欣不敢講 所以徐巧欣 今天也要出來回應一下 然後呢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 這個側翼粉磚 還要硬訊跟侯友宜扯在一起 有沒有 還放了一張我跟侯友宜的照片 還問侯友宜說 侯友宜同意嗎 我想說這個側翼粉磚 這個照謠抹黑太誇張了 一個 斷章取義的話 居然還跑去質疑侯友宜 那後來我發現說 這個應該不會有人相信吧 結果昨天 有一個 無知的民進黨的議員 居然拿這個側翼粉磚的那個點 跑去問侯友宜說 侯友宜你同意在板橋蓋核電廠嗎 侯友宜說 人口密集區怎麼蓋 那個議員還不死心欸 我主張板橋不要蓋核電廠 欸我覺得這個女議員是無知 還是說已經中了網軍的毒了 針對今天早上喔 呃葉源之議員 呃在媒體那邊開記者會 我有幾點聲明喔 我想要來表達一下 他有講到說板橋女性議員喔 喔對昨天講這個 那個核電廠的議題就是我 但是我想要清楚的呃表達說 其實在節目上面 也就是我們板橋區的葉源之議員 在節目上說 針對來賓的回應說 如果核電廠蓋在板橋你OK嗎 他馬上回應說OK啊 話是他講的 怎麼到最後現在又不敢承認了呢 你這個人敢說你就不敢做 敢說不敢當嘛 對不對 而且板橋區民有同意嗎 我覺得 在這件事情上面 葉源之議員應該 向所有的板橋市民道歉 請他把這句話吞回去 板橋市民 不需要承擔我們葉源之議員的失言喔 而且我們板橋市民也堅決的拒絕 核電廠蓋在我們板橋 請葉源之議員不要扯東扯西扯網軍 這句話就是你說出來的 請你自己要負責任 那我在這邊也要請問 民進黨主席兼總統候選人 兼中華民國副總統賴清德 AKA曾經是網軍的霸凌者受虐人 請問一下 英系網軍再次出動 霸凌國民黨的候選人 是你同意的嗎 是你縱容的嗎 你對網軍肆虐 開始要打選戰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麼 你的態度是什麼 國人都想知道 因為沒有人知道 賴清德當了主席之後 他對於網軍的態度是什麼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四年前這個是賴清德 他被蔡英文的網軍攻擊 後來出來求勞的畫面 他當時說 請總統 停止你的網軍對我的攻擊 所以賴清德是民進黨第一人 出來認證蔡英文有網軍的 他是第一人出來認證 英系有網軍就是他 那我相信 以他當時做過行政院長 會出來求勞 內心應該是受到很大的煎熬 應該是徹業難眠 被霸凌到很難過 才會公開出來求勞 所以我當時對他也深表同情 我那個時候也是支持賴清德的 因為他很可憐 但是呢各位沒有想到 他曾經知道被網軍霸凌的苦 四年多他取得權力後 縱容英系網軍 企圖操控立委跟總統的選舉 這個我想問賴清德 這是你同意的嗎 你縱容的嗎 你從被害人變加害人了嗎 你知道網軍攻擊你不好 那為什麼你卻縱容或甚至默許 甚至我可以講有沒有可能指揮 因為剛剛大家看到那個側翼 也是扯到侯友宜 也有扯到侯友宜 那如果網軍打侯友宜 就對賴清德有利 所以賴清德是不是你 其實是你縱容的 是你指使的 那賴清德如果你曾經做為一個 被網軍霸凌者受虐兒 你媳婦熬成婆嗎 你要開始有網軍攻擊人嗎